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 斯特朗问 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 这样看美国政府的态度 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 和平是有希望的 问 如果美国除了他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 那么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答 一年以上 问 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吗 答 可以的 问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答 在现实还没有什么真相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问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答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 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 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问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 我该怎样回答呢 答 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 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 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问 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答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 包括两个方面 在一方面 美国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 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 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 在另一方面 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于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 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从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以及美国帝国主义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 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他的侵略势力 你知道 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词 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先动战争 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 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 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 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 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 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 他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 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 他早已控制着中南美 他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 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 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反动派说 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 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 不错 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 但是在现实 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 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 我相信 不要很久 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他们的是谁 是苏联还是美国 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 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 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 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 有了苏联 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 因此 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 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 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雷的强调美苏战争 闹得乌烟瘴 就是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 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 疯狂的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 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 我以为 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 应当团结起来 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 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 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问 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 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答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当然 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 但是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 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 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 而是属于人民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 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 从表面上看 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 但是 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 归根结地 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 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 但是历史证明了 他是一只纸老虎 莫索里尼也是如此 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相反的 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 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 也都是纸老虎 提起美国帝国主义 人们似乎觉得他是强大的不得了的 中国的反动派 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 但是 美国反动派 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 被证明为 并没有什么力量 在美国 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 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 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 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 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 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 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 但是 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 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这原因不是别的 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 而我们代表进步 未来我们从此一次 那里 在中国苏 文字幕提供 thanks to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